你好大的担子 尽可偷换遗诏 不 我没有偷换遗诏 朕 以伯德赐鹰宝座 只归必 以奉九庙 垂衣裳 以林万邦 二皇子刘渝 战锐折温 冥敏自应 必能上我刘氏先业 以令所思 背礼于旧前 即皇帝位 儿臣 遵旨 怎么可能 不对 这一定是交诏 周大人 这遗诏可是从太庙牌位之后 取出 由众格老和六部上述检查后 挡着众人面打开的 你就算 再想睁眼说瞎话 是不是也得 变个像样的理由啊 这遗诏的存放地 也不是什么秘密 被有些人偷换 也不是不可能 简直是抢词夺理 遗诏上写得清清楚楚 由二殿下继承大统 先皇你写诏书之时 本王也在场 此遗诏的内容有益 本王怀疑 有人动了手脚 丁王殿下 这份遗诏 没有伪造的痕迹 先皇 攻立了两份遗诏 另一份由他亲自保存 大家可以 把这两份遗诏 做个对诏印证 可先皇 骤然崩逝 那份遗诏在哪里 谁会知道啊 本王知道 你是知道的 朕心里是属意尘儿的 但他吃的亏太少 朕总是不放心 总想着 自己还能多顶几年 待他再成熟稳重一些 再把这江山 交付于他 可又怕来不及 皇兄 炎帝 朕的三个儿子 日后就劳你多费心了 臣弟明白 这遗诏一共两份 一份存于太庙牌位之后 另外一份 收于朕寝宫内的暗阁里 未可能 请 朕已非得 少成祖宗批业 素叶金金 唯恐有辜先皇托付 扶死生常礼 古今人所不免 所幸既统得人 宗舍生民有赖 义父和汉 大皇子刘琛 敦敏训起 处打击物 必能保守宗挑 奉承天地 赴民安邦 以令所思背离 与旧前 及皇帝位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刘瑜 你好大的担子 尽可偷换遗诏 不 我没有偷换遗诏 你血口喷人 二皇兄不可能 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 古往今来 为了皇位不择手段的 可是大有人在 定王殿下 您说这个遗证是真的 可是从太庙取出的遗证 的确是先皇的笔迹呀 所以老夫倒是觉得 这个遗证恐怕是假的吧 够了 尔等吵吵闹闹 成何体统 想看着我们定睛大乱 才开心吗 皇叔 话不可以这么说 事关南臣传承 若论不出个所以然来 才会导致定睛大乱 有什么好论的呢 皇叔还能说假话不成 皇叔一向疼你 谁知道会不会为了把 住嘴 休得污蔑皇叔 本王 若能伪造这一份遗证 便会将太庙那份 也一并给伪造 定王的意思是说 二殿下伪造偷换了一招 定王如果没有证据 就这么污蔑皇子 不怕招天下人非议吗 本王并没有说过 是二殿下伪造了一招 皇叔 那缴证上写的就是他的名字 不是他还能是谁 是北梁的奸细 此人 故意只换了一份遗证 造成了两份遗证 完全相反的情形 便是为了引起南臣内讧 如此情形 对谁最有利 自然是北梁 今日 你们百官在此争吵 简直是迂腐 郑重他们的下怀 本王 乃先皇亲封定王 有稳定江山之责 今日一早 本王便传令给京畿大营 若发现北梁奸细 力斩不赦 至于二殿下 本王相信你的为人 这件事 必定是北梁人所为 但是 在此事未查明之前 不得外泄